所以看得出来美国如果不打仗的话 那就不是美国了 所以就是奥巴马现在国会 美国国会都正在酝酿新的一场战争 那么今天我们讲一讲 就是普京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所说的那番话 这个在西方国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今天我们刚才新闻讲到 就是说普京是再次警告西方国家 但是在很多这些西方的媒体上 他们不是这么说的 像路透社是这样讲的 路透社的标题说 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已经放软了姿态 然后这是法新社说的 那么路透社讲的说 如果西方拿出证据的话 俄罗斯同意攻打叙利亚 这个标题都是相当的耸人听闻 我们过去讲的 就是有中国人讲叫一厢情愿 那么西方也有一个英文的词叫 wishful thinking 就是说带着愿望去思考 就带着自己的愿望去思考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对普京这番讲话 也是西方国家的媒体 也是带着自己的愿望 希望和俄罗斯支持打仗 也是带着这种愿望去解释 他的这番话 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讲的话 跟过去是没有两样的 态度和立场都是一贯的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 如果你西方国家拿出一个证据出来 而且确凿无疑 那么俄罗斯也只好同意 不反对 至少不反对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话跟过去有什么差别呢 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说他放软政治姿态 或者是放软他的立场 这个证据在什么地方 也是没有证据的 所以西方国家在指责叙利亚 有化学武器 适用化学武器的同时 也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之下 来理解了普京总统 所发表的这番讲话 所以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去看银音乐